3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行 方案中写道,社区居民有自我检测需求的 可通过零售药店、网络销售平台等渠道 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进行自测 对于这一发布,记者采访专家做出解读 目前,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方法 除了常见的核酸检测,还可做抗体检测等 那么,抗原检测减的是什么呢? 抗原检测、抗体检测 这两个呢,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都是属于在我们病毒感染人体之后 人体内产生的这种针对病毒的成分 这就是简直叫抗原 如果人体产生的免疫反应就叫抗体 那么核酸呢,是相当于病毒 李泰生介绍,抗原检测具有方便快速的优势 可作为核酸检测的补充 核酸检测首先必须要去医院 那你去医院,那你要排队 最快的也在两个小时,一般是四到六个小时 而且呢,都要正规的这个医院 然后那仪器也蛮贵的 记者查询一些抗原检测试剂和产品官网页面 产品介绍显示,抗原检测无需遗弃 十分钟即可出结果 然而,李泰生同时强调 抗原检测相比核酸检测更易出现假阴性 因此只能作为核酸检测、抗体检测 等其他新冠肺炎检测手段的补充 截止3月11日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88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73例 涉及多个地区 李泰生认为 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 是以采用更多手段助力疫情防控 现在情况下 更加怎么做到科学防护 怎么做到精种清零 怎么能够做到我们叫更快的检测出来 更精种的检测出来 然后又更方便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手段 来帮助我们改进现有的我们的方法 李泰生表示 抗原快速自检的手段 此前在其他传染病上已有应用 在国外也曾用于新冠病毒检测 因此具备可行性 近年来我们国内包括国际上也推出了艾滋病自检 就在家里面自己检测 那么自己检测 你可以有这种用针刺过手指头滴滴血出来的 也有你用你的唾液 就是牙引着勾一勾 或者说甚至有尿液 然后你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它就给你出条袋了 记者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发现 已有多个企业生产的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获批 根据方案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隔离观察人员和社区居民 都适用于采用抗原检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